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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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8年 照片上的林丰眠目光柔和、表情安详、锋芒似乎少了很多 此时正值北京内场轰轰轰烈烈烈的艺术运动失败之后 辞职南下的林丰年又一次被蔡元培推上了历史舞台 杭州西湖水光炼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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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因为启力的湖光深色 更是与他所倡导的 以美玉带宗教的 艺术教育思想有关 当时蔡元培先生 跟林富敏先生他们商量 要实现美玉带宗教 那就要办学 办在什么地方呢 不能办在特别大 特别杂乱的地方 你譬如说当时的 他们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南京 南京这个就是个官场 你办在这里 可能要官场的乌烟瘴气 什么影响这个不好 那么再大一点的地方 就是上海 上海我们知道的 就十里洋场 也是闹哄哄的 他说这个也不妥 他说杭州是一个 逼近的美丽的中等城市 离上海有近 所以有些大型的展览 可以在上海举行 但是在专研学习打基础 这个要静下来 就要进了杭州西湖 所以他建立选址的时候 就选择杭州 在1928年4月8日 举行的开学典礼上 亲自到场祝贺的蔡元培 在演讲中说道 西湖既有自然美 必定要加上人造美 当晚 蔡元培退掉了 豪华饭店的贵宾间 执意住在林峰眠 简陋的宿舍里 他此举的用意是想表明 他是多么器重这个 不满28岁的艺术家 把他当作新艺术运动的棋手 作为首任校长的林峰眠 又一次成为了 贯彻蔡元培 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原则的立行者 他提出的办学的口号是 介绍西洋艺术 整理中国艺术 调和中西艺术 创造时代艺术 他所以说有一个 很明确的办学思路 办学理念 那么他心目当中 想办成怎么样呢 就像办成 跟他自己求学过的 那个巴黎美术学院一样 有这么世界上 能够都能够站到脚的地方 1928年以后的林峰眠 在杭州艺砖这座 艺术的象牙塔里 开始了他人生中 最得意的 也最惬意的 十年岁月 这里远离嘈杂 生活安定 不必谈政治 他终于可以安下心来 搞艺术了 位于西子湖畔 林尹路三号的这幢 西市二层独立小楼 是林峰眠的杭州古居 小楼面向西湖 林阴眼映 显得异常静谧 它是林峰眠 于1934年 按照法式风格 自己设计建造的 古居的一楼 原本是客厅 如今 陈列着这位大师的生平 尽管人去楼空 但法级女主人 和混血女儿的照片 依然被挂在 醒目的位置上 二楼 是林峰眠生前的画室 陈设犹如当年的模样 一张画桌 一张小床 如此简朴 杭州十年 繁忙的教学之余 林峰眠就是在这里 创作出了众多 如诗如画般的佳作 画室的窗外 是微风吹拂过的 婆娑树影 恍惚犹如梦境 林峰眠曾说 我是睁着眼睛在做梦 我的画 却是一些梦境 林峰眠的杭州梦境 一直延续到了 它的晚年 在它的笔下 杭州是林间的小鸟 是飞翔的炉燕 和寂静的空山 它的一生 都与这里的湖光山色 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执掌杭州一专的十年 也是林峰眠 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 在他的引领下 林文征 李金发 吴大禹 刘开曲 潘天寿 李苦禅 克罗多 等一大批中外艺术精英 追随而至 林峰眠先生办我们这个学校 他不是单打独斗的 他是有一批大家自同道合的老师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林文征先生 为什么呢 林文征先生跟林峰眠先生 是一起同一条船到法国留学的 那么回到杭州以后呢 两个人又是同事 林峰眠先生当校长 林文征先生就当教育长 那么同时呢 尖教美术史的课 所以这十年当中啊 二龄啊 是株莲碧合 很多出头露面啊 解带啊 发言的事情呢 都是这个林文征先生 来出面来来来来 来主持的 林峰眠认为 绘画的本质是绘画 在教学上 他反对传统绘画 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 认为笔墨技巧掩盖了绘画的基本功能 强调以造型来表现艺术的情感 为了更彻底地达到中西调和的目的 他把原本分析教学的国画 西画两系合并为绘画系 就是提出一个写生 不是临摹 就是中西绘画 不分系 西安画的人要画中国画 中国画的人 学中国画的人 要学树苗 但是呢林峰眠的高明是 他没有忘记中国本土的文化 所以他认为国画 也需要有一些质地的 他就是中西 两个绘画是不分中西的 在林峰眠的直接授业下 赵无极 吴冠中 朱德群 李克燃 习德进 王昭文 爱卿等一批学子 在这里起步 走上了艺术的成才之路 除了美术教育 林峰眠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 艺术运动 1928年8月 他发起成立了 艺术运动社 立足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 艺术运动社的一次聚会 前排的第三个人 就是林峰眠 他认为 北京的艺术大会之所以失败 是由于欠缺艺术的宣传 因此 他创立了校刊 亚波罗杂志 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 意在发表艺术言论 广播艺术宣传 这一期间 林峰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 人道 悲哀 死 人类的痛苦等作品 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 造型简约 大笔触粗线条 色调强烈而凝重 那么他当时呢 就主要就是画那个油画 而且呢是大幅的油画 这个油画呢 他主要就是一种关注社会 关注民生 主要这个方面 有悲天名人的这么一种 这个气氛跟味道在里面的 1931年 蒋介石邪夫人回凤化 陆经杭州时 前往一专参观 当他见到人类的痛苦一化时 就问是什么意思 林峰眠回答说 我这是表现人类的痛苦 蒋介石却说 青天白日之下 哪有那么多痛苦 有学者指出 从这件事情以后 林峰眠就渐渐开始远离了仗志 1936年 代表着林峰眠 艺术运动精神的亚波罗校刊 在出道第十七期时 终于不再出版了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时期的结束 在我看来 林峰眠在二十世纪的 中国美术史上 他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 艺术行者 他的孤独寂寞在于 他的艺术理想 应该说没有实现 无论是当时的 北平国立一专 还是后来的西湖美术院 他都没有实现 他的艺术理想 其实都很短暂 1937年7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1月12日 上海陵线 日军登陆金山卫 杭州危急 林峰眠告别妻女 带领杭州一专 二百多名师生 在乾塘江南兴桥码头 分成几只牧船 夙江向西逝去 江水寒彻 东树凋液 日军侵华 不仅改写了 中国的现代史 也改变了 中国现代艺术的 发展进程 林峰眠与师生员工 带着大量的图书教具 汇入难民的大潮 向西南方转移 期间颠沛流离 经历艰险困苦 就在流亡之路上 杭州一专与北平一专 奉命和孝 改称国立一专 匪校长制 改校务委员制 林峰眠任主任委员 因与教育部 及校内某些负责人 意见不一致 林峰眠痛而辞职 不大校长和当时的教育部 很有关系 经费不能到位 学生在闹风潮 输授没有输授 特别是北平一专和一专业 两方面呢 他说他偏心这里 他偏心这里 所以说呢 再加上他上面也不支持他 我这场的支持 精神上的支持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他就说我还不如不干呢 这里是位于重庆嘉陵江 长江教会处的朝天门码头 如今面对繁华热闹的景象 人们无法想象 八十多年前抗战期间 在对岸码头附近的一个 被废弃的仓库里 林峰眠孤身一人 隐居在此长达七年 此时 用艺术运动改造社会的理想 早已经化成了泡影 他一个人自己独立生活 自己画画 曾经在重庆的对岸 一个兵工厂里面 给他 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件屋 他就是在那里 他可以一天 画得最多的 画八九十张 所以人家都说 他那个时候是隐居了 隐退了 但是实际上他还没隐退 实际上他还在 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研究他自己的主张 就是中西融合 究竟怎么融合 林峰眠 几乎每天都在埋头做画 由于画材齐缺 他的画作不再是巨幅的油画 他因漏就简 把自己手边一切能够用来绘画的纸张 裁成二尺剑方的小块 画面上各种颜料混杂在一起 他也很可能 在当时的我自己的条件下 没有油画布 没有油画颜料 你怎么画 他只能用宣纸 而且在他那个条件下来搞 所以他那个时候 绘画的工具和材料 都是很缺的 我感觉到他那个时候 拿什么纸画都无所谓 只要是画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材料稀缺的无奈之举 使他的作品形成了 自己独具特色的封棉体 他开始画仙鹤 画嘉玲腔 画罗女和侍女 热烈而沉净 萧瑟而洒脱 壮丽而孤寂 1940年3月5日 一代教育泰斗 蔡元培病逝于香港 当时 在重庆的各界人士 都举行了悼念活动 但是竟无人将这一噩耗 告诉独居长江南岸的 林丰棉 40年后 他才来到蔡元培的墓前 寒泪献上了一束迟到的鲜花 1946年 抗战胜利后 林丰棉抛弃了所有行李 只带了几十公斤未脱表的画 回到了杭州 然而抗战期间 他的别墅成了日军的兵营 自己的几幅巨幅油画 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布条 林丰棉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 他无法预料到 自己半生的心血 被毁于一旦 这里是上海的南昌路 53号的这栋小楼里 是林丰棉在上海的旧居 他在这里租住了将近26年 上世纪50年代初 为了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生活 歌颂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美术界 开展了新年画运动 以此来推动当时的美术创作 和画家的思想改造 在林丰棉看来 这与他早年 为人生而易出的主张是一致的 他怀着一种 对新制度的憧憬 自觉地参与其中 他多次下乡写生 认为自己以前的那套办法 也可以过渡到现实主义的作品上来 然而 这些作品却被认为是 注重自我表现 不符合大众化 普及化的要求 不写实 不适用 1951年春季 因为艺术追求不合时宜 无奈之下 林丰棉黯然辞职 离开了心爱的西子湖畔 携全家 前往上海 他到50年来画的那些渔民啊 那些油啊 不代表他的水平 他是提倡现代的 或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 或人们的认识水平 都有距离啊 所以这个是他走在前面的 反正走在前面的这家 都是命运 都是不是很幸运 都是他走在时代的前面嘛 我们过了一段 我们才认识他的价值 和异议 在上海 摄制组找到了 见证林丰棉当年生活的 柳和清老人 他离开上海的时候 几盏油花都给我 还有几盏油花 还有封信再交给我 这盏花呢 他很多的这里都有啊 有些是琵琶 有些都有 但实际上是油花 嗯 这个提倡他画什么油杆 也要少见 少的少少少 油花他到后来基本上不画了 据他讲呢 一个是油布也买不到 一个油菜也没有 财色的油菜东西 他穷嘛 穷多人买油菜也买不起了 真的托朋友带一点 带鸡一点 放在台上不得了 在柳和清的描述中 我们依稀看到了 那一时期 林丰棉的生活状态 林丰棉在上海的生活之轻苦啊 真的是苦不开眼 一个没有收入 一个没有单位 那个时候解放后 有个单位没问题 有工资 其他没有地方 买花也没有人要 定居上海的林丰棉 没有固定收入 却需要负担 一家人的生活 最初他还能给原法租借的外国人 买几张画 但是到了1955年 随着上海的外国人 纷纷离开 林丰棉的画也无人问津了 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 他的夫人和女儿 女婿 只得去巴西投奔亲戚 这一别竟有20多年 这时 已经55岁的林丰棉 又成了截然一身 为了减轻负担 他将楼下的房屋退掉 自己独居在楼上 靠变卖一些 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小工艺品 和珍藏的旧唱片度鱼 可谓捉襟见肘 举步为奸 此时的林丰棉 却像个苦行僧一样 不问世事 埋头作画 在青库孤寂中 继续着中西艺术 调和的探索 到了50年代 他是一个顶峰 我觉得就是说 中西融合的一个顶峰了 他在上海这一段时间 他还在研究一个就是说 西洋化跟中国化 这个之间里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又怎么样子把它就融合起来 他心里始终没有变 他认为艺术 还是他20年代 30年代 所主张的那些 艺术就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 传自己心灵 传神的一种作品 所以这个世界 林丰棉画了很多画 很多学者认为 这一时期 林丰棉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 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楼 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孤独 忧郁和磨难 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丰棉 但是在他的笔下 却演化出了寂静的山川 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乡 水墨林里的卢大 潜伏着命运多船的阴霾 秋雾带着生的渴望 奋力划破水的死寂 林丰棉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东西方艺术在他的画质上融会 最终演变成为突破了传统时空 浓墨重彩 大喜大悲的戏剧人物 怒放的鲜花 充满了生命的张力 长袖当歌的侍女 带着飘渺的优雅温望 却又交织着几次孤寂 传递着悲天悯人的期许 2014年8月 我们百年巨匠设置组 来到了艺术大师林丰棉 人生的最后一站 位居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 国际化都市香港 在这里 林丰棉度过了 他人生最后的14年 对林丰棉而言 香港是他跌宕起伏的 命运遭忌中 最后的一丝温暖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漂泊一生的林丰棉 就是在这14年间 在这座散发着欧洲之风的 中国城市里 最后完成了自己 调和中西艺术的 绝唱 此前 文革结束后 已经78岁的林丰棉 在中学校有叶剑英的帮助下 经香港去巴西 与亲人团圆 但是仅仅两个月后 他就独自一人返回了香港 巴西呢 说老实话 他那个地方生活 也不是很奇怪 另外一个 他对自己的家庭 也是很不满意的 他说和夫人和孩子 虽然学员关系 但是到底是分手这么多年 总是不是那么很熟悉 他说我到那里呢 语言在巴西也不通 大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没有办法磨生机 那个地方买 华侨虽有 但是想能够卖出很多话的 也很困难 这里是位于九龙的迷敦道 1977年来到香港时 林丰棉就是居住在 这条街道上 一家国货公司顶楼的仓库里 晚年的林丰棉 已如上海市一样 身居简出 为了生计 埋头作画 后来 一女逢叶辗转来港 他身边才多了一个照顾自己 打理生活的人 尽管生活相对拮据 但林丰棉的创作 却有了自由表达的空间 这位风竹残残念的老人 经过一生的风雨 在孤寂的最后岁月中 终于安心地走向了艺术的纯粹 1991年8月12日 林丰棉因心脏病肺炎并发症 并逝于香港港安医院 享年91岁 林临终前 他取笔留下一言 我要回家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的家究竟是指哪里 他取笔留下 剪争流山河剧边遂与沧桑 你经留奋斗探索 潮场 瀑瀑 看历史朝廉 浩浩荡荡 看人生路曲折漫长 大悲无言 大爱无疆 大悲无言 大悲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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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悲无疆